72萬說實在的 我覺得民進黨對不起他們 他們都是民進黨的死忠支持者 當初就相信民進黨的話 高端好棒棒 打高端沒有問題 所以就去打了 現在後遺症這麼大 現在只是美國 聽說現在英國要開始 英國也是 接下來可能連鎖效應 整個歐洲國家等等之類的 甚至包括亞洲國家等等 非常非常有可能 簡潔我都覺得高端人要不要 要不要國賠 要不要求償一下 天啊 我要死守四行倉庫 永遠待在台灣嗎 修芳姐講的真的很對 因為高官們 他們早就已經打完 其他的國際疫苗了 難怪不在乎 對 拿生命去拚的是誰 是那些相信民進黨說 全世界最安全 然後拿著命去拚 風險不知道 有消息不知道 然後現在還被限制出境 這些人 其實真的是民進黨對不起他們 他們竟然有沒有得到 任何的保障 或者是給予任何的理由跟說明 沒有 不然怎麼辦 但是我聽到陳時中講 那個世界不是只有美國的事 我這句話 我倒是覺得他是不是突然發現 他不是只顧著抱美國大腿嗎 以前我都認為這個民進黨的世界 就只有美國跟日本 對 你怎麼突然發現 不是只有美國 那你是不是要趕快去總統府報告 蔡總統 我跟你講我發現 對 世界不是只有美國 大發現 今日大驚奇 但是而且其實美國 如果一旦有這樣限制策略 勢必這個連鎖效應 其他國際 歐盟 很多國家可能都會陸續 有這樣的措施的 但是以前我覺得最驚人的是這句話 對 不然美國怎麼辦 沒有怎麼辦 就跟教授哥哥 我就打綠斑 沒有綠斑 我覺得現在就一副從上到下 就是我就這樣 你怎樣 沒疫苗怎樣 去不到美國怎樣 沒怎樣 是不是 傲慢跟渣男的語錄 每一句都是騙 再來就是虎 虎不過就硬撈 然後再來就 叫起不已名就生氣了 生氣就罵 罵委員 罵立委 罵民眾 都是你們的錯 他都沒有錯